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整个大的低压带 所以呢 全台湾各地都不稳定 今天呢 全台湾各地 包括了东部地区 还有离岛的金门 马祖 澎湖地区 降与几率都超过50% 整个西班部地区呢 降与几率都超过70% 还有只有东部地区呢 50%的几率算是比较小的 那么另外呢 随时因为整个大的低压带 那么只要这个热对流 进入了这个 对流旺盛的这一个云以带呢 进入了台湾的上空 就会带来相当大的雨势 现在中央气象局呢 就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 那么包括了高雄市 还有屏东县 要特别注意哦 那么会出现 因为对流接近的关系 要严防雷雨 那我现在看到中央气象局的 雷达回坡图呢 那么就这个雷达回坡图 当中水汽最旺盛的红色区域呢 已经在高雄市屏东县的 沿海的上空了 那么台南呢 其实在沿海地区呢 也有一些状况 所以呢 要提醒大家 昨天这个早上的时候呢 看到北部地区 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跟桃园市的 沿海地区 那个对流旺盛的 这一个对流带呢 那么整个的进入到 北部地区的上空 那时候就说 哇会下大雨哦 后来桃园 而且是沿海地区 所以你看到桃园的大园啊 这一带哦 湿雨量呢 甚至于高达70几毫米 80几毫米哦 这些都是一降下来 就一定会积淹水的雨量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现在看到的雷达回波图呢 这个整个的 这个雷雨的带 雷雨带呢 看起来是进入的 南部地区 包括了高雄跟屏东地区 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局的 温度的部分 当然受到了大雷雨的影响 所以呢各地的温度呢 不至于太高 那么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27到32度 中部地区是26到33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0度 东部地区是26到32度 澎湖地区是27到30度 目前各种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还有宜兰以及澎湖 目前是27度 台中高雄跟花莲 目前是26度 台东28度 今天跟明天呢 是受到整个低压带 大量水汽影响最大的时刻点 所以还是要警方豪大雨 大雷雨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也是在下大雨 四大指数呢 都是下跌的 道琼公益指数呢 下跌了180点 收盘指数是34765点 跌幅0.52% 那萨克下跌了156点 收盘指数是13474点 跌幅1.15% 费城半导体 S&P指数下跌了33点 收盘指数是4404.27点 跌幅0.76% 费城半导体 更是下跌了73点 收盘指数是3480.08点 跌幅高达2.08% 不只是股市跌 油价也跌 反映的就是对于 中国大陆的经济呢 目前的情势 其实有很多的疑虑 好 所以我们看到纽约油球价格 下跌了1.6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9.38美元 跌幅1.99% 而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下跌了1.4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3.45美元 跌幅1.7%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涨多的啊 那么芝加哥黄豆期货 上涨了1.4% 加哥小麦期货平盘 加哥玉米期货 上涨了1.29% 那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 也是全数下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了6.9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 1928美元 跌幅0.36% 也创下了7月6号以来的 最低收盘价 而白银的期货呢 是下跌了0.53% 铜的期货下跌了0.27% 把金的期货大跌了2.12%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就上涨了0.22个百分点 来到103.43 好要值得注意的是啊 美国的股市下跌 其实一方面呢 反映了经济情势有很多的疑虑 二方面我们看到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来到了 百分之4.258% 这是创下了去年10月以来的 新高数字 而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百分之4.356% 其实呢也已经是逼近去年10月的时候的高点 事实上它的短天期跟长天期公债殖利率 都是往上升的 两天期公债殖利率呢 也已经来到了百分之4.967% 最近呢有几位啊 比较知名的投资者 包括了这个大麦空的这个电影主角原型啊 以次贷泡沫成名的贝瑞 然后还有桥水基金 然后以及这一个 就是有这个 旧这个美债 旧债卷天王的葛洛斯呢 都看空美国股市跟美国公债 那么所以呢 而这个贝瑞呢 跟桥水基金呢 更是从监管报告来看的话呢 具体的在放空美国股市跟美国债券 好那所以这边要值得注意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是跌多涨少的 英国金融市报百分之股价指数 下跌了32点跌幅百分之0.4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呢 是下跌 对不起 对下跌了7点跌幅百分之0.1%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小涨了22点 涨幅百分之0.14%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美国呢 昨天呢 联准会公布了 他上一次7月份的时候的会议记录 从会议记录里头 也是导致美国股市下跌的原因 因为这里面显现出来 虽然在联准会的官员当中 有不同的意见啊 那么一派呢 认为通膨还是难以消退 所以呢 暗示未来应该要继续的升息 而另外一派呢 则是认为利率如果推得太高的话 可能会对于经济带来风险 但是目前看起来 认为对抗通膨为首要任务 而未来不排除要继续升息的比例比较高 这也是呢导致美国的这个包括了股市的下跌 债券的下跌 然后殖率的往上升 以及美元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好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来解读 另外呢我们要观察的是 根据F13的监管报告显示 桥水基金啊 他的Pure Alpha呢 适度的看空美股跟美债 那在这之前我们提到了贝瑞呢 他也是买进了标普500指数 跟纳斯达克指数的看跌期权 也就是呢在期货上面放空 这个用期货选择权的方式 放空标普白指数 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好那桥水基金呢 他在提出来的报告分析了28种资产 有15种他是看跌的 包括了美元金属 还有全球股票 有5种呢持中性态度 包括了新市场货币 欧元区的股票跟能源 这是中性的 最看好的是欧元 以及新加坡币 好这个是桥水基金的安排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欧洲的状况 欧元区呢 昨天公布了6月份的工业生产数据 那么工业生产数据呢 月增0.5% 这个呢要比预期 还有比前一个月的表现要来得好 另外呢欧元区呢 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百分之零点三 那么跟初估的数字呢 是差不多的 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呢现在根据最新的调查 调查了9000家的德国企业发现呢 那么有超过百分之43的 43的企业 说找不到具备有足够技术的人才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 英国昨天公布了上个月 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它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终于跌破了7% 来到了百分之6.8% 这其实比预期表现来得好 但是它的核心通膨 百分之6.9% 也就扣除掉能源啦 食物啦 这些波动幅度比较大的 这些项目之后呢 核心通膨 百分之6.9% 那么跟6月相同 但是呢要比预期来的高 所以呢现在市场认为呢 英国央行恐怕要被迫继续的升息 好这个呢 这一度呢激励了英镑的表现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纽西兰 纽西兰央行昨天呢 那么维持现行的利率5.5% 但是暗示呢 这样高利率会一直维持到2025年 要到2025年才会降息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 美国的财政部呢 公布了就是外国的资本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当中呢 中国大陆呢 持续的减持美国公债 6月份继续减持113亿美元 连续的三个月减持美国公债 那美国的最大债主是日本啊 但日本呢 是增加了88亿美元 跟5月份呢 大幅度减持304亿相比呢 是微幅的增加 整体来说呢 前十大的美国公债持有国呢 七个国家增加 三个国家减少 减少的呢 分别是中国大陆 比利时跟卢生堡 比利时的持有美国公债 一般认为跟中国大陆 也是有关系的 好那么在减少持有美国公债 抛美债最多的 其实不是前十大国家 而是香港 香港一口气呢 就减持了176亿美元 新加坡减持的是 152亿美元 要值得注意的是 中东国家当中的 沙烏地阿拉伯 也减持美国公债 那么减持到了 六年来的低点 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 也减持美国公债 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形 好今天我们再来看到的 不过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呢 实在表现的 让市场担忧 好那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外资包括了摩根大通 还有巴克莱呢 都调降了对于中国大陆 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摩根大通呢 从6.4%一口气 调降为4.8% 不到5% 巴克莱呢 则从4.9%调降为4.5% 也不到5% 所以呢 那么至少到 摩根大通以及巴克莱呢 认为中国大陆今年的经济 保五可能是困难度很高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摩根大通呢 还将全球新兴市场的 高收益公司债的 违约率 从原本预测的6% 上调为9.7% 主要就是因为 中国房地产企业 可能违约的比例 是偏高的 好那么 同时我们也看到 惠玉呢 提出了警告 可能会调降 中国大陆的主权平等 那么评级 他上一次的条 上一次的这一个评级呢 是在2022年的11月 维持着A加 然后呢 稳定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平等 那么8月 这个月呢 就要最新的平等 就要出炉了 那么会不会调降A加的平等 或者会不会将展望 从稳定转向为负向 这点都值得观察 而另外我们看到 碧桂园的爆雷呢 现在全球投行当中呢 包括了贝莱德 汇丰 安联 富达国际 瑞银集团 跟摩根大通呢 他们曝显的美元债 就碧桂园的美元债的金额呢 从1亿美元到 3.58亿美元不等 而高盛的这个研究显示呢 现在对冲基金呢 从8月以来呢 正在狂抛A股 好 所以呢 影响其实都是很明显的 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为了要稳经济 昨天呢 突如其来的 利用逆回购 在市场上释放资金 2970亿人民币 但是能不能够救股市啊 其实还值得观察 另外呢 李嘉诚记 在香港的这个房地产呢 他打7则出售之后呢 他的北京的豪宅 就是他的这个常识企业呢 底下的北京豪宅项目 玉翠元呢 也开卖 那么这个不但价格下调一层 就打9则来卖 而且呢 放宽了很多的规定 包括了就是取消了资格的验证 还有在开卖的时候呢 就同时开放 中介的渠道 那么凸显出呢 他们的这个急于要回收现金的情况 好 陆港股昨天呢 继续的下跌 上增综合指数 下跌了26点 收盘指数是 3150点 跌幅0.82% 深圳城市下跌了100点 收盘指数是 跌幅1.38%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八最后尾盘 那么收盘的时候呢 小跌了8点 收盘指数 16446点 跌幅0.05% OTC呢 反而是 开低走高 最后呢 是小涨了 0.17% 不过外资 昨天继续卖超 161亿元 投信呢 持续10个交易日买超 昨天继续买超 62亿元 而自营商呢 则继续卖超 卖超了22亿元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